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十万两白银给高通 叫他帮我杀一个人 现在他死了 你看 这钱我该给谁呢 你的眼神 好像江南的烟雨 好器皿 命运是否也一样 这个人 和我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可是成亲那天 他弃我而去 我拒绝了无数名门子弟 一直等他 叶十三 我水性不好 所以我就不陪你了 你自己可要多保重啊 你看 那些玩意儿表面上 是给挑战者定神的 其实是让你分心的 我看哪 你上船还是先瞇会儿 我 我是拿话多的人来磨剑的 庄主 请 杜鹃生生悲体 叫得好像不如归去 真是情深至极 茫茫人事 又何尝不是处处也有伤心人 解家看似想尽天下风光 可又有谁知道 神剑山庄庄主谢王孙 身上承受的 都是儿女的不幸 我的长子是个痴儿 早逝 长女嫁给一个侠客 郎才女貌 可是他们俩太傲慢 被人安算了 二儿懦弱 自小喜欢一个婢女 一直都不敢说出来 恳请禅师 参详议案 看看我的病 是否还有救 不用了 你的病 是因为自小过苦 过劳过伤 一致气血败坏 到了今日 全身经脉走散逆乱 已无药可救了 金创药不能延寿 拿去防身吧 船夫 不够 我用一百两 买你的车和酒 一百两 不够吗 够够够够够 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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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等一下 大侠 你 你不会反悔吗 你现在有钱了 万一知道自己快死了 回去哪儿 去 去苦海镇呢 为什么 我牢牢了一辈子 从来没享受过 那里有吃有喝有女人 我肯定要去沉沦一番 那你死了想葬在哪儿 苦海镇南山上的百花林 那里的墓园鸟语花香 可美了